天文一号探测器飞向火星的第一步 是中国人迈向更远深空的关键一步 后续天文一号探测器将飞行大约6.5个月 抵达火星实施捕获制动 进入环火轨道 经过大约2.5个月的环绕飞行后 2021年5月则机实施降轨机动 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后 环绕器升轨返回停泊轨道 为着陆过程提供中继通信 着陆巡视器将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 预定区域实施软着陆 探测器由着陆巡视器和环绕器组成 印载火箭采用长征5号摇四火箭 本次发射也是长征5号火箭首次应用性发射 全舰为两级半构型 使用无毒无污染推荐剂 将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